第167集 好 那就来了 张帆摩拳擦掌了一下 瞬间弓了上去 紫电横空 奔雷阵阵 划破苍穹 雷兽狂暴 赫赫天威 龙银阵天 九火炎龙无量火焰 天龙幻化 灵灵龙危 金丝漫天 遮天蔽日 千魂引破 恍若一梦 诡异灵动 鬼哭鹰体 虚实不定 魔鹰吞魂 贪嗔痴念 夺破勾魂 一声轰鸣 一个悬疑身影倒飞了出去 飞落地 想都不想就连忙向着一旁滚开 情形之处 身后落下大片的废墟残害 威力惊人 杰丹宗师也不过如此 这并不是错觉 若是真的如陈虚等垫底一级的杰丹宗师当面 还真不一定敌得过把修为人为的压低在 筑基中期水准的苦盗人 张凡手段出尽 无论是紫电锥 玄金滚服 三个魔鹰 还是露出本来面目 发挥出最大威力的九火炎龙珠 都不能伤到苦盗人分毫啊 哪怕是在各种顶尖灵气的帮助之下 绝对实力远远超过了对方 可是张凡还是直接落到了下方 战斗到现在 别说威胁到对方 甚至连还手一二都做不到 恐怖 无限的恐怖啊 张凡心中震惊 这才明白 即便是只有筑基中期的修为 可是圆婴老怪还是圆婴老怪啊 他对法术之类的体悟 远远超过了低阶的修士 只要想想他不用任何法器 只是举手投足 仅仅依靠对法术独特的理解 和适当的应用 就能够应付自如且稳战上风 张凡就不寒而栗 深深地明白了 这些高阶修士的恐怖之处啊 好在他还有底牌 否则此时就可以直接认输了 反正输在圆婴老怪的手上 绝对不丢人 九火炎龙珠 虽然是顶阶灵气当中的各种巧处 但是他功用太杂 而且因为材质的原因 祭练并不得法 并不能完全代表张凡此时的攻击力 真正善于攻伐的 还得看新炼城的顶阶灵气 万剑图 万剑图 出 张凡半堆着身子 勉强抗过一次攻击 瞬间大喝一声 同时衣袖飘飘 鼓风大张 一幅画卷 清零地从袖中飞出 在半空之中飘飘荡荡 四万十块地展开了 火焰红莲 无量剑气 声声不息 循环不止的景象再次出现 急 张凡并指成剑 摇摇向着苦道人方向一指 伴随着他的动作 半空之中的万剑图 猛地颤动了一下 旋即漫天的呼啸之声 充斥整个广场 无量剑气 蜂拥而出 仿佛狂风过境 又如毁天灭地 一时间 整个空间之中 所有的一切尽数沉寂 所有的声与光 都集中到了 好似永无止境一般的 剑气之上 来得好啊 苦道人面露兴奋之色 各种奇功秘法 连绵施展而出 迎向瞬间临身的 无量剑气 一连串的暴鸣之声 在广场之中 回荡不止 各色法术余波 崩散的剑气光影 瞬间弥散开来 惊形处 一道道细密无比的裂口 在地砖上 漠然献出 观其模样 好像天雷不停地 轰击了好几个时辰一样 剑气散尽 尘埃落定 露出了苦道人 依旧悠然的身影 这般手段 也不过逼得他 多出了个把子力气而已 还不能伤及他 果然厉害啊 张凡也不气馁 继续一直点出 静火红莲 万剑诸诀 话音未落 万剑途中 所有的红莲与剑气 破碎组合 刹那之间 重新凝聚 破开化卷 燃爆之声 奔雷阵阵 席卷而出 与仙剑不同的是 每一道剑气之上 不仅仅是风锐 还有仿佛要燃尽一切的火焰 在熊熊燃烧 恍若汹涌澎湃的红云 当头照相 哎呀 好威风啊 古道人赞了一声 全力出手 他老人家一辈子的修炼 不知道掌握了多少密术奇功 不过到了元英期之后 反扑归真 很少使用罢了 此时压制在 助击中气的修为 正好让他一一施展 啊不 展示了出来 可惜他却不知道 此时与前一击 是大不相同了 用火红莲 此火非常火 而是燃烧一切 净化所有的正大之火 是太阳本源的经验 与天地火灵的精华 汇聚而出的 浑身包裹在其中的剑气 又其可小叙 这一下 苦道人可算是尝到苦头了 他的经验何等丰富呀 俯一接触就发现不对劲了 尤其是当灵力无比的剑气 喝着霸道的火焰 直接将他攻出的法术 破碎燃尽 并飞快地蔓延过来的时候 连忙怪叫了一声 几个闪烁 圆圆躲开了 打到现在 苦道人 还是第一次避让 虽然没有受什么大伤 可是一身的狼狈象 却是逃不掉的 张凡却没有打算这么放过他 先前把他赶得如老鼠一般 现在正是报仇血恨的最佳时机 手上动作不停 又是一声大喝 万剑 合 所有的火焰 所有的剑气 应声而合 一道贯穿天地的巨型剑气 隐隐成形 巨大的剑气之中 一道火线沿着中线游走 正是一切火焰收敛 等待着最后的爆发 苦道人此时明白了 万剑图的厉害 当真是一件 专攻杀伐的异宝啊 哪里还会 让张凡悠悠然地施法呢 几乎就在 巨型剑气凝合的瞬间 苦道人手上一抓 一个火焰神爪 轰然而至 这个火焰神爪 与张凡所施展的 金乌神爪又有不同 乃是取得地火的霸道之气 陈宁之势 还未临身 并让人 有置身于即将爆发出 无穷岩浆的火山口中 一时心气为之夺 恐怖的威力 可见一般呢 无论何人 哪怕是当日的陈虚 面对此招 也会先避其锋芒再说 如此的话 正在凝结的巨型剑气 就无法叙事到最高处 发出最强的一击 苦道人可说是算得很准了 却不料张凡根本没有躲的意思 反而站在原地 回手冲着苦道人一笑 啊 苦道人刚刚心中生疑 火焰神爪 已经当胸抓到 眼看着再无躲避的空间了 张凡马上就要 再次化成鸡粉的时候 形势突然变化 一朵灿烂的红花 忽然在张凡置身之处盛放 瞬间怒放开来 万载 刘勋 砰的一声 万载刘勋 与火焰神爪 齐齐烟灭 一道红光闪烁 张凡在树杖开外 重新现出身影 动作毫无变化 仿佛从来不曾移动过一般 这是什么法术啊 苦道人刚刚精一出声 一道万丈剑气 忽然划破一切的阻碍 轰然攻之 该死 苦道人怪叫了一声 再也不得思索 双掌齐出 堪堪抵在身前 一声开山巨响 剑气崩散的同时 老头子怪叫连连 倒飞而出 竟是直接被劈飞出了去 少请遮天蔽热的烟尘之中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出来 杀伐重宝 厉害 在同街修士之中 你小子 再也寻找不着 你的敌手了 贯穿天地的巨剑崩溃 无尽的剑气与火焰 并没有直接四散开来 而是在崩溃的原地 凝成了一个 圆球一般的东西 外似平静 内力无限激昂 在圆球的背后 苦道人苍老的声音 缓缓传出 张凡手上一招 万剑图颤鸣了一声 乖乖地卷起 落在自己手中 即便是已经落入他的掌握 万剑图却还在不停地颤动着 仿佛先前的战斗 还不过瘾 还有无穷的力量 要宣泄一般 爱惜的俯乐福手中的 沙发重宝 张凡抬起头来 微微一笑说道 哭老 您过奖了 侥幸而已 侥幸而已啊 说是侥幸 其实片刻之前 他手段尽出 连万在流勋 这样的保命神通 都用来换成一击 造成的结果 又岂是侥幸呢 半空之中 那个还在悬停着 内里暴明阵阵的圆球 正是这一切的见证 这个圆球自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乃是在剑气与火焰崩溃 瞬间蔓延而出的时候 被无穷的天地灵气 封锁禁锢 不得解脱 方才至此 这已经不是铸鸡气的手段了 便是杰丹宗师 若是像陈虚等人那般的水准 也做不到如此 要是换成南宫无望一流吗 还差不多 也就是说 在方才的那一瞬间 苦盗人 违规使用了远远超出铸鸡气的实力 因此 苦盗人也算是输了 以原英老怪的经验 支配铸鸡中气的修士 都不是张凡的敌手 自然在同机当中 以无敌手 这才是苦盗人 如此说法的应有所在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谦虚个什么 侥幸 你叫别人 给我侥幸一个老头子看看 苦盗人的声音远远传来 话音刚落 眼前的剑气圆球 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支撑 轰然散开 漫天的剑气与火焰四散 恍若飓风一般 席卷而出 见状张凡手一摆 煞时间风消云散 便是在破灭大半的广场 也随之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若不是漫步而出的苦盗人 略显狼狈的身形 一切仿佛幻梦一般 来到张凡的面前 与他并肩而立 苦盗人望着张凡的眼睛 正色道 小子 别怪老头子我给你泼冷水啊 闲路漫漫 你还差得远呢 如果以后遇到结单期的小辈儿 最好还是不要硬拼 你还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当然 说到这里 苦盗人面色古怪的忘了张凡一眼 即使说道 动用那个有太阳经验的圆球出外 有了那个东西 像先前那几个废材 嘿 也奈何不了你多少了 苦盗人如此说 分明是善意提醒 张凡又能如何不领情呢 自然是谨慎受教了 其实 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 接连斩杀杰丹宗师 所产生的狂妄与浮躁 也渐渐在他的心中淡去了 毕竟是凭借外力 纵可称雄一时 终究有被打回原形的时候 说到最后 还是本身的实力最为重要 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张凡坚定了一下心志 随后将万箭图纳入袖中 长身力气道 苦老 您是在这里再多待一会儿 还是 说道离去 苦盗人脸上一愣 好像这才反应过来 这并不是他真正的身体 不过是幻梦显化罢了 眼尸之中 不由地献出了 怅然若失之色呀 哎 悠悠的一声叹息 本来就苦向横溢的脸上 更是皱成了一团 让人一见心忧 仿佛一口气 灌进了一海碗苦茶 黄莲一类的东西 一股苦涩的意味 从心中无由地泛起 即便是张凡的心性 也不觉得受其感染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心中暗暗骇然 这绝对不是没有来由的 更不是天生如此 感觉上仿佛是一种 类似于领悟的东西 行诸于外 方能如此感染别人的心性 是不是所有的猿鹰老怪 都有这个特点呢 张凡心中疑惑 却没有问出来 毕竟太过遥远了 现在知道的太多 也许反而会乱了心思 得不偿失 罢了 假的 就是假的 送老头子出去吧 少请苦道人收起苦涩 叹道 有决断 不沉迷 即便是上万年的幽禁 也没有消磨了他的心性 张凡暗暗点头 手上一挥 整个广场 略略拨动了一下 带得平稳 便见得眼前一点火星般闪烁了一下 消失不见 正是被送出了魂元球的苦道人 做完了这些 他并没有马上紧跟着离去 反而沉吟了起来 在苦道人面前展示一些自己的所得 还有魂元球这件宝物 并非一时兴起 否则的话 当日协议达成之时 他就合盘脱出了 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既然要利用苦道人来弥补自己的短板 那必然要让苦道人长半左右 这样的话 很多隐秘也就无法在他面前遮掩 好在 无论是九火炎龙珠 还是种魔爵 都能对其形成严密的控制 倒是不惧怕苦道人造成什么麻烦给自己 既然如此 也就不需要多做掩饰了 即便是大五行破禁术也早晚有一天会被他察觉 想到这里张凡微微一笑 却并没有什么惶恐不安的心思 有何可惧啊 若是有朝一日苦道人真的能拖出掌控 那个时候也必是张凡他站在整个人间界巅峰的时刻呀 又有何惧呢 张凡稍稍握了握拳头 洒然一笑一个转身忽然自广场中消失不见 一切沉寂不动 只有天际一点星辰闪烁 恍若星君归位旋即归于平静 日出扶桑一丈高 人间万事细如矛 正是蓄日东升万物生灵也随之从黑暗再复苏 茫茫碌碌又是新的一天 一道流光从天气破空而出 穿梭云层之中带起层云翻滚之鱼 流光中的身影还不时的扶手望向下方众生繁忙的景象 少请张凡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沿着三州边界精行五行家族静直奔向滨海访饰 这一路行来 他并没有真正进入过秦州中心所在 可是还能感觉到一股无形的气氛 正在整个秦州上空弥散 便是这云层也仿佛染上了一层阴霾 依旧双白胜血 可是置身其中 却让人心中隐隐的烦躁 仿佛暴雨之前那种无形的 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气氛 扶手鸟看 一切的一切 好像笼罩上了一层朦朦胧胧 往昔的红尘喧闹 也如坠雾之中 看不分明 可是遍寻之下 又不知道哪里异常 只是心中暗暗觉得不对劲 张凡甚至 这是修仙者特有的灵觉 无法修炼 却可以随着修为的提高而提升 关键的所在还是在个人的天赋问题 这种天赋 与修仙的灵根滋质并无关联 便是普通凡人 往往也有灵敏异常的感觉 有时候突然生出预感 无不中有 这些年的经历 让张凡明白 他正是灵觉特别突出的那种人 心中警照 无不不中 小子 怎么了你这是 正出神之际 苦道人的声音从脑海中传出 微微一愣 旋即回过神来 张凡迟疑了一下 还是问道 苦老 你不觉得 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不对劲 不对 苦道人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紧接着强大的神识 忽然自张凡的体内涌出 顷刻间在云层中横扫而过 远远地扩散了开来 这神识是如此的强大 张凡甚至见得周遭的云层 都仿佛水波荡漾一般 有形的波纹 不断地向着远方传递开去 目光所及 不尽见头 好强大的神识啊 张凡不由地称赞 他也算是天生神识强大之辈了 还未曾修炼之前 就能以神识来阅读预解 以如今注击中期的修为 单论神识 甚至不在甲丹气的修饰之下 可谓是惊世骇俗了 可是这点骄傲 在此时苦道人所表现出来的 强大神识一相对比 无异于萤火与浩月之比 如何让他不心生羡慕啊 强打个屁啊 现在的神识强大 只有在我老头子 全生之时的三成都不到 要是我恢复过来 还不知道等多少年呢 苦道人一边以神识横扫 一边不以为然地说道 三成都不到 他真是说者无意 张凡这个听者却是震撼了 暗自择蛇之余 也大致明白了苦道人 全盛时期的修为 该有多么的恐怖呀 时隔这么多年 只是传说中知道 他曾经是烈火纵的猿鹰老怪 却是不知他具体的修为如何 现在看来 怕还不能以普通的猿鹰修士来衡量 少请强大的神识如潮水退去 波动的云层也随之恢复了平静 苦道人的声音 重新自张凡的心中响起 是不对劲儿啊 本来还以为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秦州天地灵气的自然演变 生出的变化 现在看来不是这样 见他说的整体 张凡目光一宁 沉声说道 古老有何所得 很诡异的气息啊 有阴气的死寂阴寒 也有地火的躁动沉寓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总之不正常就是了 小子 莫说老头子没提醒你 早做准备啊 两句话说完 苦道人的所有神识 都缩回到了灸火炎龙珠里 一时沉寂了下来 他所说的早做准备等话 张凡深以为然 他特意到滨海访石一行 正是为此 稍稍沉吟了一下 反正多想无意 他身子一动 化作一道流光 漠然消失在天际 无形之中 速度比起先前 又是快上了一分 不过片刻 滨海访石的轮廓 渐渐清晰了起来 已然在望 嗯 张凡的身形一顿 在高空望来 访石中的情况 却是有些异常 嗯 嗯 嗯